众生就来来去去 来来去去专台事 每天都有事情啊 就是来来去去 心就自觉 若住时亦莫随住 住就是对外境之相 如果对外境 这个住旁边住几个 写几个字 对外境之相的时候 面对外境之相的时候 亦旁边写两个字 千万莫随住就是知 千万不能执着 若住时亦莫随住 就是若对外境 一切万象的时候 千千万万不要执着 一直执着业障烦恼 就一直现前啊 所以对执着心很重的人 不要跟他谈不如意的事情 知道也不要跟他谈 也不要给他知道 是为了保护他 为了爱他 我们知道 这个佛弟子 很执着很烦恼 有什么事情 尽量不要跟他讲 他一直翻滚 一直翻滚 障碍他的道 有一天他会发现 这些都没有任何的意义 所以经验很重要 就是经验第一地 我大学一年级 我就听到正法 可是这个 听到正法 还是 那个冲力 执着 脾气 狂妄 还是在啊 可贵的地方 我已经活了 从大一到现在已经三十年 这个就是经验的第一地 我现在碰到一些境界 是真正的有那个功夫 真正有那个功夫 久久虚实得 这个就任何一个人 没有办法帮得上你的忙 诸位 今天你来讲 来听经文法 还是理论而已 你要真正的降服自我 还得要种种的逆境 打击 困境 你病 病奄奄病到 死去活来 今天 诡谤你 攻击你 伤害你 不得了 你一样忍得下来 你穷到实在是没有办法 一样坚定写佛 我告诉你 这个叫做经验第一地 这个任何的课本买不到 任何的讲经说话听不到 为什么 那是你自己的心性的功夫啊 不是我师父可以帮得上忙的啊 所以我刚刚讲过了 我想救你 你还得要让我救 我才有办法 就是你还肯放下 我才有办法救你啊 所以今天 为什么说 念佛的人 很多往生的人 有限 为什么 他就是一边念佛一边执着啊 不肯做这个清静心的功夫啊 他就一边念阿弥陀佛啊 然后对这个世间假象一直纷扰啊 一直计较啊 小事情他就割舍不下啊 纷纷扰扰 你说他一边念阿弥陀佛 大家都想往生极乐世界 清静心的功夫不够啊 他不晓得 心静则佛土静啊 心清静自然感得净土的果报啊 诸位啊 就是无所住啊 因此经验第一地 需要随着年龄 随着时间 种种的挫折 记得 今天你受到重大的打击 包括你离婚 感情问题 欠债 有一个护法基士来跟我讲 我那个儿子啊 很可恶 他自己去外面借了好几百万 不让我知道 现在我发现了 我要跟他断结 母子的关系 我说不需要 他去操心吧 从去外面借了很多钱 从头都要不告诉我 我说放下 菩萨要保护你这颗清静心啊 上这个儿子啊 快气死了 气炸了 境界限前没办法 你会阿弥陀佛阿弥陀 苦恼无量 所以在座诸位 我告诉你啊 你要把一切的逆境当作修行 当你病苦 病得很严重的时候 得到癌症 不恐惧 我告诉你 你往生有希望 今天碰到穷穷的 实在是活不下去 坚定念佛 我说你往生有希望 你往生有希望 一切的境界 病苦穷困 婚姻变化 儿子不孝 哄哄如如不动 我告诉你 你不要问我 师父我能不能往生 我现在就可以给你盖章 保证往生 一定的 为什么 你病苦做得了主 婚姻做得了主 一切逆境做得了主 还有一点 Shopping要做得了主 冲上百货公司的时候 又做得了主 我告诉你 五一六成一线前做不了主 新闻报导的 有一堆 一堆人 一堆人 去卡拉OK MTV 包一个包箱 包一个包箱 联系 联系唱五十三天 唱了上几十万 唱几十万 唱出快乐了吗 没有 唱完了怎么样 很累 要不要休息 当然要休息 我们不用唱 无常一句就解决了 怎么唱都没解脱 我唱也可以 来啊 要唱我也很厉害 我唱能起悟 你行吗 不行 是不是啊 你不行 所以说 真正悟到 他就了解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直走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直走 底下 若住时 一末随住 住心自解 即无住心 就是住 无住处也 就是安住在 无所住的地方 即无住心 就是住于 无住处也 若寥寥自知 如果能够 真正了解 清净自信 住在住时 就是真正安住在 无所住的时候 是住在住时 主要做一个笔记 真正安住在 无所住的时候 第一个住 就是真正安住 第二个住 就是无所住 真正安住在 无所住的时候 只悟住 就是相 相 看到这个相 你一见到这个万相 住在那个 处在那个地方 而心 亦无所住 相 住 当然是心 无所住 因为相 它会变化的东西 是植物住 也 无住处 你只有见到 这个物 安住在那个地方 钻石 安住在那个地方 相住 美金 英镑 欧元 白在 你面前 路路不动 不是自己有的 不应该得 金项链 只悟住 是不是 为什么 心 如如不动 真正安住在 无所住的时候 这个时候 只见到悟 安住在那个地方 心 如如不动 亦 无 无 无住 处也 亦 加两个字 亦 无 处 一个 无 处 处 也 不能找一个 我无所住 意思就是 诚挚生命 自信不动 若是 寥寥之心 不住一切处 即名 寥寥见本心 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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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段 太重要了 太太重要了 如果你 彻彻底底的 清清楚楚 你的心 真的不知足一切处 即 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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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佛心 这个太重要了 就是这个无所住心 就是佛心 一名解脱心 一名菩提心 一名无声心 一名色性空 色 旁边写两个字 叫做万法 万法 性空 就是本空 本空 精云 正无声 法忍是也 为什么无声 无声 就是 原声 就是无声 一切法都是原声 原声 就是无声 那么人就是应可了 你就认同自己的心性正道无神法 努若未得如是之时 努力努力 勤加用功 修习佛道要精进点 功成智慧 所言慧之一切处无心就慧 大主和尚多慈悲 一再三交代你一切处无心 因无心者无假不争 诸位把笔拿起来 无假这个假写四个字 元其假象 不真 不是真就底下加一个心 就真心 无假不是真 就是当你无心 体会到无心的时候 没有一样元其的假象 不是你的真心所显现出来的 但莫助早 就是不能早 假了假象就坏了 就失掉我们的本心了 是热言无心者 无假不争也 如果你体会了无心 那么所有的元其假象 就是真心 没有一样不是真心 不落入恶性 对不对 假者 什么是假象呢 爱恨是假象 不是真实的 这个要放下 真者就是 真心是没有爱 没有恨的 我们真正的佛性 是没有这些情绪的变化 学会有个好处 就是容易控制自己的情绪 但无爱恨的心 就是恶性空 恶性空则就自然解脱 就自然解脱 好 我们休息到九点 二十四页 最后一行 问 为止作用 行事亦得为用佛 加几个字 是不是只有 只做 做得底下 能起自信 是不是只有打坐的时候 才能够起这个自信之用呢 那么 走路的时候 强劲自信 能用吗 是不是只有做的时候 才用呢 答 今年 用功者 现在所讲的这个用功啊 不对应做 不只是说 在做 能够见性 乃至行住坐卧 所造 所造运 就是所造作了 所造运为 就是一切的运作了 一切始终 常用 无间 就是没有间断 这个无间是很重要的 我们翻来一来 清静自信断了 联系 联系不起来 佛法就是无间道 佛乐智慧 每一个念都通通产生 可以积蓄的起来 而我们凡夫没办法 今天心情好吗 多念一身佛 几身佛 今天情绪失控了 佛念完全念不下去 我们还不到无间道 因为我们会一直间断 博乐智慧不够 定力不够 如果能够常用 博乐的智慧 常用 而且平等 无间断 即明常驻 这个就是常驻 永恒 问方广经 方广经就是大圣经典 无中法身 一 四项法身 二 功德法身 三 法性法身 四 硬化法身 五 虚空法身 与自己身 何者是 这个方广经 要了解一下 方就是 片四方 广就是 广大如虚空 广如大海 这是比喻 就是大圣经典 又称为方广经典 我们如果以后看到 就是 这是方广经典 就是意思就是 大圣经典里面 有这样讲 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方广经 就是 这不是一部经 就是 指大圣的经典 里面有这样讲 无中法身 一 实相法身 实相就无相 无不相 二 功德法身 三 法性法身 四 硬化法身 千百亿化身 五 虚空法身 与自己身 注意听 配合 与的上面加两个字 配合 配合 我们要配合 配合 配合于自己的身 其实身的旁边 写一个心 配合自己的身心 来说 哪一个 才是这五种法身 意思就是说 前面所讲的 与自己身 就是配合了 自己的身心来说 哪个才是呢 那 知心不坏 是实相法身 我们有波勒 智慧 这是长存的 了物 知就是了物 了物我们这个 波勒的涅槃心 是不坏的 这是实相法身 知道我们的心性 涅槃的万象 是功德法身 万象都在心性里面 知心无心 是法性法身 知道我们这个心性 是无所执着的 那颗心 就是法性法身 法性法身 其实就是 毕竟空的意思 法性 什么叫法性 就是毕竟空 其实我们这个执着的心 妄念的心 其实本身就是不可 不存在 唯一存在的 就是觉性 只是因为我们迷惑 颠倒了 谁根就是谁根基 硬化说 那么就是硬化法身 知道我们的心 无形 不可得 就是虚空法身 其实就是用比喻的 无形 比喻做虚空 虚空 比喻做我们的心性 心性是无形象的 虚空法身是站在 用比喻的角度说的 虚空法身 若了此意者 即之无证 二十六言 就知道 无所证 本来就空 无得 无证也 就是证法身 如果有得有证 怎么样 有得有证就着相 就是邪见 真上慢能 真上慢 旁边写几个字 就是为证 严证 为之真上慢 没有证到 那个境界 而说自己证到那个境界 就是真上慢 真上慢就是没有证 而说自己已经证了 名为外道 和以故 唯莫及经这么说 舍利佛问天 你怎么说呢 你何所得何所证 你何所得何所证 辩就是智慧辩才 辩就是辩才 你到底是得到什么 证悟到什么境界 而这个智慧辩才 能够得到如是 辩才无外 这天你有散花 那么舍利佛便黏住了 那么天你答应 我无德无证 乃得如是 这个威莫及经 我们讲过了 若有德有证 即以佛法中 为真上慢能 就是你一定有一种东西卡住了 叫做有德有证 毕竟空极的心性当中 没有任何的德 也没有任何的证 问清云 等节妙节 云何时等节 云何时妙节 等节菩萨就差 妙节一等 妙节就是佛 妙节就是佛 当即色即空 名为等节 了物这个色 当下就是空 就是等节 恶性空构 名为妙节 注意在旁边写几个字 恶性空构就是 不利色 不利色空之假明 当体极灭 叫做恶性空构 你讲色 讲空 其实都是方便的 了物色 即是空 叫做等节 为什么 那就 色就没有什么好执着了 你了物色 本来就空 那你这个世界有什么好执着的 万法都是言其 都是假象 就是色法 这个色 注意 色包括 深香味促法 这个色 只是 讲一个字 代表六成 就是六成 其实就是空 了物六成就是空 就是等节 恶性空构 名为妙节 这包括色空 两个假明通通不利 这个就是绝对 色也空 空还是空 灵为妙节 又吟 无节 无节 灵为妙节 把笔拿起来 这个一定要做笔记 不然你完全看不懂 他在讲什么 无节 这个节 就是能节跟所节 这个节包括两个角度解释 没有能节 没有所节 叫做无节 所以这个节 不能讲说 没有节悟 不是这个意思 或是不着一个节 不是这个意思 无节 就是不利一个能节 或者所节 能节的心 所节的境 通通不利 叫做无能节 所节 证悟到无节的 没有能节所节 这个境界的时候 了悟到自信 没有能节所节的时候 也不着一个我得到 无节 叫做无无节 名为妙节 无就是无种 无作 不知足一个无节 前面正道 这个无节就是能节所节 尽空 也不着一个能所节 空 这个念头 名为妙节 简单简单 什么叫妙节 拍旁边写 绝对的节 叫做妙节 万华本如 万华看到任何像 当下通通必进空 作为一个人 见到万象 通通必进空的时候 他会跟世间争吗 就进入无真的状态 心灵就完全掌控 情绪就完全掌控 这个时候的佛 就是每一个人的决心 没有得失的观念 没有争吵的观念 没有敌人的观念 没有敌我的观念 没有怨亲的观念 对怨亲完全平等 害他的一样对他平等 赞叹他的一样 对他平等 到这个佛的境界 就叫做大慈悲赋 问等节与妙节为别 为不别 是有差别吗 还是没有差别 答 为谁是方便 甲利二名 随着事项 缘起方便 甲利两种名字 甲利等节跟妙节 本体是一 无二无别 乃至一切法 都是这样 都是这样 问 金刚云 金刚经这么说 无法可说 是明说法 其意云何 为什么叫做无法可说 才叫做真正的说法 其意云何 波热体 必经清静 我们的智慧 女盘性体 一尘不燃 一尸不挂 无有衣物可得 世面无法可说 即在波热的空极体中 空极就是必经空 极就是大极境处 我们了无的波热的 必经空 而且是极境的体中 具横杀之用 所以虽然用 可是还是极境 虽然是极境 能够大用现前 那么就无事不知 世面说法 了无万法 必经空 那万法通通 了无不可得了 万法没有障碍 无事不知 就是没有任何事情 因为任何事情 都是必经空 也没有任何事项 可以障碍我们 世面说法 故应无法可说 世面说法 问若有善男之善女人 受识读诵此经 为人清见 二十八页 世人先事罪业 应多恶道 以今世人清见 故先事罪业 极为消灭 当得阿尿多罗三妙三菩提 其意因何 诸位 这一段很重要 这一段 有两个角度解释 都可以 如果你 你 把他 解释说 我先解释 第一种情形 再解释 大著和尚的解释 如果你把他解释说 如果受识读诵金刚经 那么被人毁谤 清见 这个人的 前世的恶业 消除 应多恶道 因为今生今世 被人家 清见 那么 等于说 消他的恶业 因为诵金刚经 而前世的罪业消 这个极为消灭 前世的罪业 极为消灭 当得阿尿多罗三妙三菩提 这个是一般人 一般的注解 我现在反过来 要用大著和尚的角度解释 你要注意听 大著和尚的解释 不是这样 另外一个角度说 如果有人 受词读诵这本金刚经 为人清见 对 这个清见 旁边写一个 灭掉 清见底下 加三毒 贪嗔痴 若为人清见 这个为人 如果解释 如果有人 受词金刚经 而能够灭掉 贪嗔痴 这个清见 放在心性的功夫 放在心性的功夫 如果有人 受词金刚经 能灭掉 自己心中的三毒 清见就是灭掉 自己心中的三毒 这个人的先 前世的罪业 因多恶道 因为今生今世 能够清见 就是灭掉三毒 他内心的贪嗔痴 所以前世的罪业 就被消灭 当得阿尿 多罗三秒三菩提 其意云合 就是这个有人问 那么我先把大著和尚的 角度完全不同 一个是别人 那么来伤害我们 清见我们 那么 大著和尚解释 清见是自己 清净自信 其作用 灭掉 清见自己的三毒 轻视他 践踏他 三毒 没有用 就是舍弃的意思 灭掉的意思 那 只如有人 就像有的人 没有遇到 大善知识 注意这个大善知识 就是讲 尽性大法的 叫做大善知识 欠你 为造恶业 因为众生没有碰到大善知识 就拼命的造业 这个清净的本心 就被贪嗔吃这个三毒 无名所覆盖 不能闲聊 所以说应多恶道 以今世清见三毒 清见底下加三个三毒 你就知道答案了 因为今世能够清见三毒 舍弃三毒 灭掉 心中的三毒 就是今日发心求活道 唯就是把 把无名灭掉 三毒就不生 开悟的人解释 都用自信 自信清静来解释 角度来解释 就是本心明朗 更无乱恋 诸恶永灭 故意今世 今世人清见也 今世就是当生 今生今世 清见就是灭掉三毒 灭掉三毒 二十九月 无名就灭尽了 心中的三毒清见他 灭掉他 无名就灭尽了 乱念不生 就是妄念就不生了 自然就解脱了 所以说当得菩提 即发心时 名为今世 非格生也 当得就是将来必定 即得成就无上的菩提 即当下发心的时候 就是今世 不是说等到来世 格生就是来世 诱寅如来无言者何 而答 一 见射清净 名为肉眼 见到一切色相 不染物 就是肉眼 见到不生不灭的 清净的体 见体清净 名叫做天眼 三 一处射境乃至善恶 细能维系分别 维系 用般若的智慧 维系分别 要不能 开悟的人不能分别善恶 他怎么善巧方便度众生 当然要叫你去恶从善 所以菩萨连这个维系 分别都知道 乃至善恶 细能分别 善恶分别 维系的善恶 而无所染拙 于衷至善 名为慧言 是 见无所见 名为伐言 什么叫见无所见呢 见到万法必尽空 而如同无所见 不见一切人的是非善恶 看到跟没有看到 是内心彻底解脱 名为伐言 无见 名为伐言 注意把笔拿起来 无见 注意 无见就是无能见所见 这个见要两个角度 同时存在 没有能见 没有所见 叫做无见 无见 也不找一个我无见 包括这个无见 都要放下 谁立 谁破 无能见所见 也不找一个无见 那么意思就是 这句无见 无无见 真正的意思是什么 无能见 无所见 但是 无所不见 所以无无见 也可以把它换一个角度来解释 无 父父得正 就是见 什么见 就是波罗智慧 是自信见 清净心见 所以这个无见 无无见 就没有能见 没有所见 但是呢 无所不见 无所不见 用大智慧见 名为佛言 又云 大智最上智 其意 云合 什么是大智 什么是最上智 其意 云合 它的毅力 有什么差别 大智者 是菩萨 最上智 最上智者 是佛智 再次诸位 恭喜大家了 今天听了这个 叫做最上智 种下成佛的因 又问 云合 修 恶得此智 三十页 怎么样修 能够得到佛智呢 答 修菩萨智者 就是大智 正菩萨智 更不起观 观的上面 写两个字 能锁 就有 观就是对治法 对治 不舍 一样 落入生死 你能观 有所观 你有所观 就有能观 对治法 不舍 生死法 就没有办法除 大智绝对 没有这样 更不及观 治 无修处 无修处就是任应自然显现 清净心本来具足 有修就会有坏 墙壁坏了 修一修 桌子椅子电灯坏了 修一修 有东西可以修 清净自信本来微物 要靠物的 要靠物的 我们讲修行 修行 那是方便说 无形修 无形可修 叫做修行 为什么 本来就具足人修什么 但是要方便除掉习气 虽然是到无修处 可是无量解了的习气 执着分别还在 要除啊 要除就下一点 决定 下一点功夫 为什么要下功夫 你一天到晚早已 财色名十岁 你不下一点功夫断 能断吗 这个就方便说 这个叫修啊 对不对 修到后来 没有东西可以修 原来本性剧主 可是本性剧主呢 注意啊 因修而显 你不修 显不出来的 不修行显现 清净心 显现不出来 你每天靠的都是意识形态 都是情绪 大色大物的人 依靠的就是波罗智慧 你所依靠的就是你的情绪 到无休处 湛南长吉 不增不减 明最上甚 就是佛圣 问 涅槃这么说 定多会少 不离无名 定少会多 增长邪见 定会等故 吉明解脱 其意云合 请大诸和尚开示 是涅槃经这么说 定多会少 定比较多 智慧比较少 不离无名 因为智慧比较少 大部分都是外道 或者是小圣的 定少会多 没有定 会多 就一般听清的 心定不下来 有点智慧 但是呢 切子执着自己 增长邪见 为什么 用意识心呢 为什么说 我在这里讲经说法 每一个人 受益程度完全不一样 有的人实在是 发喜充满 有的人还是有疑惑 有的人听了以后 不但疑惑不能解 还误会我的意思 还误会我的意思 听经就是这样子 很多人根本就听不知道 还会扭气 有一次 我们去听这个 李扁老基士讲经 这个李扁老基士 是山东人 李扁老基士讲一句感恩的话 李扁老基士就说了 他就说 我有今天的成就 谁急于我 底下的人 第一次听的人 很不舒服 这个老基士很狂妄 后来就跟我讲 林基士你看看 他又是说 我今天有这样的成就 谁急我 谁比得上我 我说完了完了 人家老基士是山东人 他这个急就是给的意思 是给我 老基士就说 我有今天的成就 是谁给我的 意思就是说 是大家给我的 我很感恩 我说你看 你今天的听经 我听的 我都知道 这个大基士真的很谦虚 把一切的成就 通通推给别人 托大家的福 而你听的 你毁谤老基士 我说你要忏悔 忏悔忏悔 真的是忏悔 我怎么听这样子的 同样听经 同样听经 有的受益 有的乏悔 有的毁谤 你看 就差那个观念 一个字而已 因此 我不祈祷 大家就是大车大悟了 我只祈祷 你不要毁谤我就好 出气者 怪怪的 对不对 你听了以后 不舒服 没有关系 不过看今天台风天 诸位还来 诸位保证往生的 打死不退转 是不是 女人那个三不退会用吗 死缠 烂缠 打死不退转 就是听法 所以赞叹诸位 台风天 还是打死不退转 这个男众女众 真了不起 往生有希望 好 诸位 说对一切 善恶 性能分别 就是会 以所分别之处 不起爱恨 不随所然 就是定 就是定 会等用 这个就定 这个就定位等用 说 那么又问 无言无说 吉明定 心性本来就不可言说的 吉明又定 正言说这是得明定 正在讲经说法的时候 或者是在原语的时候 这个时候定吗 他经言定着 不论说跟不说 常定 所以故 为什么 唯用定性 如果你用自性自定 言说分别的时候 即言说分别 也是定 言说分别 不离本性的定 底下 若以空性观射 观射时 就是以空性的心 来观外面的射程 用毕竟空的心 来观在外面的射程 就观射的时候 当下就是空 若不观射 不说不分别 时以空 这个若 要用现在的话来讲 就算 就算 做个笔记 就算不观射 不观射程 不说话 不说就是不说话 或者心不分别 外向 不分别就是心不分别外向 境界了 不分别外境的时候 还是空 这个心 心体不可得了 观射是空 不观射还是空 不说话也是空 不分别外向还是空 乃至见闻截止 通通叫做空 亦复如是 为什么 为自信空 自信空就是本来就空 不要透过分析 透过分析 变成一个渐渐的 渐渐的觉悟 不需要分析 这一切相 就是空 没有什么好谈论的 转个弯都不用 动个念都不用 连分析也不要 对不对 我们还要讲 分析这个地水火风 这是骨头 这是胃 这是大肠 小肠 这是骨头 这是细胞 这是皮肤 这是头发 这是眼睛 孩子在分析 叫渐渐渐渐悟 大策大悟 不需要这样子 没什么好说的 就是空 叫做自信空 自信空就是连 转个弯都不要 连动个念都不要 连分析都不要 就是自信本来就空 没什么好说的 底下就是答案 记忆一切住系空 没有一个地方不是空 因为它是缘景 空 那有什么好执着的 就是无着 无着就是等用 你心性无所执着 那就是平等用 就是平等用 为什么叫平等用 持戒也是心性的功夫 心性无然 修定也是心性的定 修慧也是心性的慧 这个戒定慧就是平等的用 为菩萨常用 如是等空之法 得自就静 这个菩萨用这个心性的功夫 到哪里都是平等 得自就静 所以说定慧等 精明解脱 金更为如辟 辟语显示 三十二页 令如行刑 得解断疑 令你行刑就是清清楚楚 得解物 解就是解物 断疑就断种种的疑惑 我们的心性 譬如大光明的镜子 明镜 没有一层不染的镜子 这个一层不染的镜子 照这个像的时候 其名动佛 这个镜子的光明的体有动吗 说不也 不就是没有啊 底下再加两个字 镜子不照的时候 以动佛 这个不照 上面加两个字 镜子不照的时候 也动吗 镜子不照也不动啊 光本来就不动啊 何以故 为明见 用无情明照 明见就是这个光明的镜子 起作用 无情 就无情 诸位 写几个字 欲如如不动 这个镜子是无情物 是鼻翼如如不动 好 无情明照 旁边写五个字 不作相的照 叫做无情明照 不照相的照 眼见一界尘 耳听一界声 就是不照 就是如如不动的照 不照相的照 叫做无情明照 所以照时不动 不照还是不动啊 因为镜子本来就不管你照跟不照 它都是不动啊 何以故 为无情之中啊 这鼻翼如如不动的时候啊 无有动 也没有不动啊 这个我们的心心没有这个像 不管你动跟不动 它都是不动啊 不管你照跟不照 它都是如如不动啊 就像日光照世间的时候 其光动佛 不也 若不照的时候 不照这个日光不照的时候 动过执着的念头佛 也不动啊 这无情物 日光比喻做我们清净自信啊 这光照来动吗 不也 这个日光不照的时候 动不动呢 也不动啊 这比喻做我们的清净自信 不管白天晚上不管照不照 通通是不动 何以故 为光无情 为光无情 故 用无情光照 不执着 所以故用无情光照 所以不动 不照还是不动 为光无情 无情就是不执着 比喻做不执着 不是说我们这个清净自信 没有感情 不是 这个清净自信是很有感情的 可是那感情是 慈悲平等的感情啊 跟世间的感情是不一样 世间的感情就是生死 那么 爱恨 情仇 是这样 那么我们 佛系的感情是 理性的 是智慧的 所以无情就不执着之造 普照的意思 所以故光无情 就是普照 平等的照 叫做普照 所以用这个无情的光照 所以不动 不照 也是不动 诸位 因为光从来没有说 要照东边 照西边 光没有说 我一定要照东边 我这个光一定要照西边 平等的照 诸位 大智慧的人也是这样 没有说这个重生 我要度这个重生 我不度 他绝对没有这个分别心 度你这是我的责任跟义务 但是要看缘起啊 你内心自己障碍 我度不了你的 对不对 照则是会 不动则是定 照就是会 不动就是定 其实会跟定 同时的 菩萨用时定会 等法呀 三菩提 做一下笔记 三菩提 就是无上 正等正节 三菩提 就是三秒 三菩提 这菩萨 用这个平等的 大般若智慧的 平等的定会 等用 等法 得到无上 正等正节 就是三菩提 顾萨 定会等用 就是解脱严 今年无情者 什么叫无情 没有凡情 非无甚情 没有凡夫之情 不是没有圣人之情 圣人绝对有感情的 问银河是凡夫之情 银河是圣人之情 答 若起恶性 善恶 空 有 对不对 爱恨 这个都是恶性 如果起恶性 就是凡情 恶性空 就是圣情 所以圣人 就是不着一物 没有情绪变化 问 经典说 源于道断 嘴巴讲不出 所以然 心形触灭 这两句 就是不可思 不可以 不可以 就是言以道断 说不上 不可思 就心形触灭 你想要 去失为 我告诉你 通通落入意识形态 通通叫做 观念 落入观念 落入意识形态 心 就是有起灭 不落入意识心 不落入观念 心无起灭 心无起灭 就是佛 所以言以道断 心形触灭 其实就是不可思议的意思 其意云和 意理是如何 当然 以言显意 意就是意理 用这个言以来显示 佛所讲的无声的意理 得到了佛的无声的意理 这个言以言就要放下 言结 结就是要放下 使之说这个语言是不对的 一即是空 诸位 无声的意理 就是万法必尽空 一即是空 就是无声的意理 其实就是万法必尽空 万法必尽空 就是佛道 道就是结言 真正的佛道是不能说的 动念都不行 故隐言以道断 心形触灭 为得意以实际 更不起观 如果你得到了无声的意理 这样的实相 实际的意理 实相的意理 那就不需要起观了 万法尽空 起什么观 有能观就有所观 能所不断 异落生死 所以不起观 故就是无声 悟到了无声 因为无声故 就一切射性空 诸位 加一个字 就是本 以及一切射性本空 这个射性本空故 就是万元聚结 诸位 万元就是万象 聚结就是不存在 这个万象 本来就是缘起 缘起就是不存在 我们就是在不存在的 这些假象 凭死命的打转 凭死命的打转 跳脱不出观念 跳脱不出穿针车 所以是是非非恩怨 有人的地方就有是非 我们佛法不一样 佛法要有人的地方 还是一样 没有是非 要有这种功夫 是非因你而亡 所有的是非 来到你这个耳朵 到这个地方就摆平 这个是佛的地址 记得你要拥护正法 拥护正法不是你拥护我 拥护正法 要拥护你的正念 正念就是无念 正念就是无念 每一个人都拥有正念 就是拥护正法 通福活叫就兴盛 是非打不到恩怨 八辈子打不到肝 通通放下 所以我告诉你 真正有功夫的人 不怕是非 怕的 心性的功夫不够 我常开玩笑说 来啊 不然你看我跟我讲啊 不然你跟我讲啊 看你一个人有多坏 你来告诉 来啊 你告诉我 你从早上 就讲到晚上 讲到明天 这个人多坏多坏 我就问你一句话 他的生死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没关系 他的因果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没关系 没关系就放下了 好 这个人很坏很坏 他自己继续留着 他认为又不关我们的事情 对不对 所以真正有功夫的人 所有的是非恩怨 到他的这个地方 就消失的无影无踪 消失的无影无踪 善意处理是非的人 就没有任何的是非 放下他 万言继续 万言继续者就是心形触灭 万言万象本空 心形触灭就是能言之心 能知之心 没有了 问 如如者银河 如如答 如如是不动意 如如就是不动的意思 心真如故 明如如也 甚至过去诸佛行如如不动此行 也得成道 现在佛行此如如不动之行 也得成道 未来佛行此行 也得成道 三是诸佛所修正道 没有差别 所以如如不动不起一项 诸位是修行的根本 离一切项尽明诸佛 修行要抓到的根本 就好办事 要不然你就会在假象 拼使命的打转 唯莫洁经这么说 诸佛诸佛一如 诸佛如一如 诸位 写三个字 如什么 就是毕竟空 弥勒菩萨 也是悟到毕竟空 乃至一切众生 为什么都是如呢 世大本空 无因无我 不可得 也是如 何以顾 佛性不断顾 佛性就是我们的决心 把这个虚幻的东西灭尽了 决心不灭 佛性不灭 不断就是不灭 所以我们每个人修行是什么呢 也就是要了悟我们的清净法身 就是佛性 要不我们坐在这里这么辛苦干什么呢 世间人行善 死亡断气以后都到天堂去享受 摆脱这个色身 臭皮囊色身 到天界去享受 他只有行时善 我们今天是开大波罗智慧 我们将来的果报可不得了 是佛的净土 是我妈妈这几天生病 我说 说来参考一下 开大波罗智慧的 跟不开大波罗智慧就差很多 就我们兄弟是有一些看法不同 有时候 sometimes it's not always 我的妈妈八十五岁六岁了 她也快往生了 然后她就交代大姐一句话 说你是做姐姐的人 我死了以后 千万不要让这些兄弟姐妹散掉 意思就是还要继续联系 不开悟 不开悟 万法本空 哪有什么来气生灭真讲的 对不对 延伸就存在兄弟姐妹吗 人走了 就是不走还是空 走了也是空 对不对 还是过爱 还是过爱 总是希望兄弟和好 是她的期望 我告诉你 八十五六岁了 什么时候 窃口呼吸进去 不能出来 就是不见了 还过爱这种东西 我进去她就说 你每次奖金为什么要给我漏气呢 因为答案就是我不敢讲别人 讲你比较好 就这样子 开大智慧展 兄弟本来就存在了 就是现在不实 你也是空啊 对不对 要联系 有缘就联系 没有没有缘就没 没关系啊 就没阴言嘛 但是一切众生都是油啊 对不对 是不是啊 我们不一样啊 我们的命的名字也是一样啊 你叫什么 小姐你叫什么 我姓卢 卢什么 小小 卢小小小姐 你叫什么 金 我金大白 你叫什么 你叫什么 先喝 名字叫做豆奶 哦 你喝豆奶 喝豆奶 啊 你是什么 我先老 你是名字 我平 哦 老平 大家吗 嗯 对啊 所以说呀 一切众生其实就是不可得 你看 开大智慧就完全不一样 知道 喝一顾 复兴不断 有清净的本性顾啊 好了 快十点了 我不讲了 明天再讲一天了 就休息 三十五页 第一行 问 即色 即空 即凡 即胜 是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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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佛 这色 即色 就是当下 就是空 见到色 更见到空 是不二 空 就是不分别 见到种种的分别 其实 本身就是不分别的清净自性 即翻即胜 即胜 凡夫 当即即空 就是胜 问题在于 左 执着 妄想跟颠倒 是顿 是顿 物佛 这样 是不是顿 物呢 答 是 就问了 云和是 即色即空 云和是 即翻即色呢 是答 心有染 就是染物的 我们心就本来是清净的了 心有染物 其实这个染就是着像 只要你离不开色身相位处法 六成的污染 那么就是色 就是着这个色法 其实这个色就包括六成的意思 它是用一个色来代表六成 心如果不染着这个六成呢 就是空 心要是有染物的话呢 就是凡 心要是绝对的清净呢 不起心动念 离开恶性 那么心无染着就是圣 所以右营真空妙有 故即色 这个即就是不理 所谓真空妙有 就是我们绝对的